我和童年的事 二位长辈可能有一些误解 两年前 我刚刚创立KK俱乐部不久 在一次展会上 我第一次遇到了童年 一面之缘 便再也无法忘怀 不是春节前才遇到吗 还是我追你啊 很以为人海茫茫 无缘再见 万幸 今年我带队去参加比赛 他刚好在当地有一个活动 这也算是正式的认识了 当时的我特别地激动 可能觉得我是不是太夸张了 一个快三十多岁的男人 怎么可能像个矛头小子一样 可是请你们相信 我说的是真的 明明是我很激动 你理都不理我 刚开始啊 年年可能不太接受我的年纪 毕竟我比她大这么多 所以就有了年夜饭那天晚上 所发生的事情 我很抱歉 对于二位的隐瞒我非常地内疚 当时 年年并不愿意承认我的存在 因此 我也不敢擅自地登门拜访 他到底在说什么 身为一个男人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事业 先立业再成家 可是自从遇到了年年 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们刚和好没多久 他又跟我提出要分手 我非常地崩溃就回来了 所以就有了今天的状况 我把年年带到俱乐部 我问他 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我现在这么忙 那我就抛弃掉我所有的股份 我就彻底转好 为了你 我愿意放弃我一手打造的KK俱乐部 年年还行 对于他来说 我可能只是他感情的一部分 但是对于我来说 他已经成为我人身的一部分了 所以我今天把他带到这里来 冒昧地拜访二位 我就是希望二位能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年年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 真的想分手 那我现在立马转身离开 消失在你们的面前 如果他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希望两位 可以放心地把他交到我的手里 让我好好地照顾他一辈子 谢谢大家